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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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制作人安德盧 今天這部影片早在兩年前就已經拍攝完成了 只是這兩年的過程 因為太忙 或者是突然有更多其他的片想拍 也想先上 所以就導致這部影片耽誤到了現在 剛好我覺得這部影片其實也蠻適合現在上 因為現在畢竟是一個 蠻冷的季節 所以我覺得大家搞不好看完就可以自己去 自己做做看這部影片所要做的料理 那個時候有很有名的 立太元class 我那時候就是突發心想說 說不定我山東網路上的食譜 也能做人跟朴馨俊做的也好吃 我就很興奮地去買了更多食材 才做這個還泡菜豆腐的料理 所以希望大家跟著我 就一起看下去吧 算了 我現在就是缺辣椒粉 辣椒 還有嫩豆腐 所以我現在就去外送 叫這個東西 好 終於來了 現在可以看到這些就是 他所需要的材料 嫩豆腐 水 等一下裝 泡菜 紅辣椒 然後雞蛋 調味醬就是要有辣椒粉 醬油 醬油 麻油 砂糖 還有酸梨 首先他叫我們要先做醬料 所以我們就先來做醬料 首先是辣椒粉四汁 辣椒粉四汁 辣椒粉四汁 這樣沒太多啊 不是 一匙 兩匙 三匙 剩什麼 再一點好了 希望這樣是夠的 然後 測量這個 拼的是一個直訣 沒錯 辣椒粉完了之後 再來就是 醬油 三大匙 第一大匙 好 一匙 兩匙 兩匙 啊 一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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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油真的不能太多啊 太多真的會洗剩 所以我得少一點 比多一點好了 砂糖一湯匙 一湯匙 一湯匙 再一點 好 下泥一大匙跟麻油兩大匙 麻油兩大匙 來加麻油 一匙 兩匙 再加一點 麻油味道很香啊 所以 再加一點 再加一點 來 我這次平常都沒在做 東西 這樣 我對這些真的有什麼概念 都是憑我的感覺 你看 對 小米 這樣我們調味醬都 加完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香的 下一個步驟 就先來滾水 先來切豆腐好了 這個步驟一定會是最難看的 因為我超不會切豆腐 我切了那麼多小塊 希望等一下倒進去 成功的進去 然後辣椒也要切 要加上切幾顆 三塊 三塊 因為它這個都很小 所以我就拿個五塊來切 就是這樣 我已經聞到那個辣的味道 好 夠了 我覺得這樣應該夠辣了 已經夠辣了 不行 我覺得還是要切一顆好了 好 好 全部都是這樣進去 接著我們就要來 開始進鍋了 好 再來剩下是先加調味醬 再加嫩豆腐 再加泡菜 然後還有再加辣椒 然後接下來我再放冷冰冰鍋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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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添加我們今天新設計的調味醬 我先來加肉 不辣椒 不辣椒 最後帶一顆蛋進去 它一直在噴出來 所以到時候你們的量一定要控制好 你夠了你夠了你夠了 它現在在沸騰中不要吵它 剛剛真的幫我們經歷一個戰爭 又熱了 然後我又真的被那個辣椒燙到 這看起來是還蠻好吃的 就色香味俱全都有 辣椒太多了有點辣 手夾在吃一口 好 可是我覺得它味道是香的 麻油啊還有那個蒜子的香氣都能農在裡面 這個好辣 我再一點點 然後我先繼續把它吃完 是一個漫長的條袋 我真的把它吃完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說實在其實我那個時候做完 吃完之後 當下是真的覺得蠻失望的 因為我真的沒想到 這個料理出來的成果 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好 這可能就證明了 我真的不是當初吃的料 我未來就是不適合開餐館 這種指示吧 其實整個過程真的還蠻有趣的 就是去嘗試一些你沒有做過的事情 這個事情又很有趣 所以如果未來大家喜歡繼續看安德魯 亂搞一些廚房的料理 大家可以多多按讚訂閱分享 吃這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